每日一百字 歇心、读心、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楝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楝言一千日 第两百七十一日 经文段落 阿南无今问如 此节菠萝经六节现前 同时节营 得同出佛 佛也世尊 世节本已次第晚生 今日当需次第而解 六节同体 节父同时 则节解时 云和同足 佛言六根解除 亦父如是 此根初解 先得人空 空性原名 惩罚解脱 解脱法已 聚通不深 四名菩萨从三摩地 得无声忍 消文 主题 欲解解当次第 助解 解淫 淫祭解 六解 欲而根源通之六解 唯动静 根 绝 空 灭 解 动静 根 三解 正我空 人空 解 绝空 二解 正法 空 解 灭 解 正空 空 以上今日 消文 恭请 兼回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言一千日第271日 我们继续谈这个六解一王 阿难问 此劳同结云何解除 我们要来解解啊 解解要怎么解呢 佛陀就把这个滑金 一团全部都是结的这个金呢 往左边拉 就问 这样能解吗 当然不行 或者是拉到右边 这样能解吗 还是不行 那佛陀就说 那么 我现在呢 往左边拉 往右边拉 都没有办法解解啊 那 阿难你告诉我要怎么解 没有什么方法 好方法 阿难说 这还不简单 当于解心 解即分散 佛陀就讲 如是如是 如果要除解 当于解心 这一段呢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啊 解解啊 就要从 怎么细 那个解是怎么绑出来的 回 就他的原来的源头 把它解开就对了 那这边呢 就是一样 一样是 有方法的 不是没有方法的 那接下来呢 佛陀就问说 诶 那请问啊 无今问如 此解波罗经 六结现前 同时解淫 得同除否 我现在看到有六个结哦 我这六个结可不可以一次把它一起解开 可以还是不可以 有人说可以 有人说不可以 对不对 可以解 但是可不可以一次六个都解开 那阿南说 不可以 否也 是尊 是结 本以次第 晚生 今日 当须 次第 而解 我们这个结啊 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次就结起来的 是有顺序的 可能从 这个 祖先就开始了 然后呢 一代又一代 就结了很多的结 那现在要怎么办 要把 次第啊 要还原 所以要结也要次第 照顺序来 那我们第一个结到第六个结 要结的话 要从一到六 还是从六到一 结的时候是一到六 对不对 那结的时候呢 要六到一 对不对 要倒回来嘛 因为这个 最后结的这个 是最外层 所以呢 佛陀就 阿南呢 就说 他说六结 同体 虽然它都是同一条经 我们这个结啊 就是 怎么来的 都是同一念心嘛 那心纠结 结不同时 虽然是 都是同一个人 都是同一件 都是同一个心 都是同一条经 但是呢 这个打结的时间不同 结不同时 所以啊 我们需要怎样 要结 结 要结 要结 的时候啊 那当然就是 要看 怎么样 来结 是有顺序的 有前头差别 云和同出 那这有时候 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这样 因为我们来学佛 那学佛之前 是不是有很多结 可是我们 有没有期待 拜一次良环宝灿 送一部 华严经 就全部结完了 一次到校 对不对 要不然就 没有效 那我们要看看啊 冰冻三尺飞 一日之寒啊 而且有的结呢 还是怎样 那个累生累劫的 素适的 那我们要结 一定有效 只是你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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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第 次第而解 否则呢 我们呢 就会搞错 以为啊 这个顿悟自心 只了成佛 那就是念一句佛 开悟 然后当下就成佛 那我们要知道哦 他还是有次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结 也是 不同时结的 不同时结起的 那要结的话呢 就要知道 他的次第 但是呢 心有千千结 我们最难的是 最难的是什么 我们以为那个结 结的那个结 是因为别人 那如果是别人 你就永远不可能结 因为那是别人 要配合 那怎么办 那如果他都不配合 所以我要忏悔 是不是要两边 谁对不起我 我对不起谁 那个人要来我面前 我就要好好的 好跟他对不起 而且他要接受 这样子才能够叫做忏悔 对不对 那问题是呢 那如果对方都不原谅你呢 你可不可以单方面的忏悔 可以哦 所以啊 重点是 你要愿意啊 你要愿意解 而不是说 又不是我的错 都是他害得 那如果都是别人 那你就不用解 如果你觉得 我来 次第而解 没关系 我们有耐心 我们有耐心 一步一步来 那这样子就可以解 所以接下来呢 佛陀就讲哦 六根解除 异父如是 我们要解解啊 此根 他的解有三个步骤 三个重点 有六个解啊 但是呢 大概有三个层次 此根初解 先得人空 先把人的执着 先把我执 先解决 所以正得我空 人空 再来呢 空性原名 成法解脱 第二个就是法空 对于法的执着 你要解脱 解脱法以 聚空不深 对于一切法 都是解脱的 这个解脱 就是空法 你也要不执着 否则我们会 把空当成是有了 就住在这个里面 那设定自己在空当中 什么都没有了 就有着执着一个没有 那执着一个没有 又变成有 所以要聚空 叫做空空 空也要空 不深 这样子呢 这个境界叫做 无声法忍 世民菩萨 从三摩地 得无声忍 无声之法 那这是佛的境界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很彻底的 方法是什么 三摩地 这三摩地是什么呢 就是正定啊 就叫做三妹啊 那不管 我们讲的是什么 不同的名词 但是它就是一个 清静解脱 而且是就静解脱的境界 那怎么做 他要先知道 我们的步骤是 人空 法空 空空 那当然其中呢 有六个节 因为前面佛陀 打了六个节 他有 辟喻 辟喻我们六个节 所以刚才呢 我们这一组在消文的时候啊 就讲 这六个节呢 如果以耳根为例啊 就是对于尘 有两个节 动节跟静节 这是我们对于尘啊 有的人喜欢什么 有的人喜欢热闹 他就执着热闹 那就是动嘛 有的人呢 喜欢安静 他会不会执着安静 或静 那喜欢热闹的 会有什么烦恼 他就觉得 如果静悄悄 觉得很无聊 会生起恐慌 会觉得很寂寞 但是如果喜欢静的呢 他就觉得 哇旁边呢 只要发出任何一种声音 他都是噪音 我喜欢安静 就执着于静 所以动也好 静也好 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障碍 那我们就要知道 其实动跟静啊 它是一个状态 它不会干扰我们的心 所以呢 就要解动节跟静节 那但是呢 要回到哪里 回到能听的心 能听的这个耳根啊 叫做根结 我们也要知道哦 你的心啊 不要靠在听 你就不会被声音干扰 所以也不能够执着于 看啊 听啊 眼耳鼻舌声音 因为它还是分成六个功能 那从根结解套了之后呢 诶 我们就会 啊 悟到原来啊 这一切都是因为 人的执着 所造作的 叫做我执 如果我们听到 别人在骂别人 你就在旁边 嗯 骂得很好 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呢 听到的那一个声音 是针对我 哦 完蛋了 好 它其实没有讲到 多么重 你都觉得如雷贯耳 好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我执啊 会有加强的效果 好 人家说我好 你也会加强 人家说我不好 你也会加强 就不客观 好 所以呢 很容易啊 因为我不空 所以产生偏差 那如果要保持 平静 而如一 始终如一呢 那第一步啊 先要解脱 这个我的执着 叫做我执 人执 人我执 所以第一步啊 要解 要先解 人空 先得人空 用 知道 这个我是不实在的 没有一个实在的我 好 那这就是 叫做空 不是说 我就是没有哦 就要放空空 不是 是要知道它是无常法 它是因缘和合 缘起性空法 那这个空呢 能够明白 我对于这个空法呢 很能够弃悟 那会发现 看到很多事情 都很容易看破 看清楚 原来呢 啊 这也没什么 看穿了 就原来就是一个 众缘和合的一个假象 所以我 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对于这个我啊 就比较能够平衡 而不会特别觉得 哎呀 我一定是跟别人 有什么样子的比较 或者是差异 那第一个阶段呢 已经得达到了平等 就是没有特别要突出强调我 为优先 就是众生都是平等平等 那接下来呢 就有第二个阶段 就是对于法的执着 法有什么执着 我们还是有觉得 有好的法跟不好的法嘛 所以娑婆世界是好还是不好 哦 当然不好啊 为什么 因为这里动乱很多 烦恼很重 可是对菩萨来讲呢 他有没有娑婆世界 跟天堂 跟净土的差别 他没有差别 他到地狱也是一样 他到这个天堂也是一样 乃至于他在净土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分别法 没有差别像 他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虚幻的 如梦幻泡影 那梦幻泡影的话呢 就知道这个法虽然看起来有 其实是患有 这时候你的法的执着 就会解脱 那解脱了之后呢 有的人说那既然是假的 那我们人生就是 没什么好努力的了啊 全部通通都归零好了 那我就不用努力了 明天开始我开悟了 就不要吃饭了 然后也不要怎样 去工作了 因为工作都是假的 赚那么多钱也是假的 最后成归成土归土 有没有人这样 有 很多学佛的学到最后呢 全部呢就怎样 像贾宝玉一样 像师父这样就跑去住家了 这样 那么当初也是这样子 就是觉得哎呀我可以舍掉一切 看破一切 看破红尘 因为真的想一想呢 真的人生真的是一场梦 那很容易就会怎样 执着于空 我就要跑到这个空里面呢 自在 那在空里面没有轮回 所以这就变成一种执着 所以阿罗汉就是困在这里面 所以佛陀讲成空至极 就是我们把自己啊 局限在这个 极境之处啊 当然对阿罗汉来讲 这是最舒服的地方 可是对菩萨来讲 不够慈悲 所以呢 菩萨是犹如日月 他在空中 但是他不住空 他就可以在空中畅行无阻 亦如日月不住空 所以这时候呢 空也不执着 所以他在游也不执着 他在空也不执着 那这就是一个真正彻底的 无神法人 无神人 那这是这一段 解节啊 的次第 就是三个 人空 法空 空空 那这样子呢 就很清楚了 好 那看看呢 今天的内容 大家要不要分享 或者是有提问 师父阿弥陀佛 我传问 我今天早上师父上课 有讲到就是啊 像我们作为人啊 就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好 那 学佛对我们来说 可能只是个选项啊 没有一定要离开痛苦啊 那我就想到 其实在过往当中 我们就每天在这种 生活跟工作当中 往往为了保护自己 都要穿上呢 这个层层厚重的盔甲 然后到最后发现 好像这个盔甲就是我了喔 那 可是我发现其实 包含我过去的自己 跟我身边有时候真的会去到 到最后就是这个对生活 好像会去到那种麻痹的 就是我感受不到别人的暖意 然后而且对这种感受不到呢 也会无动于衷 那我有发现像 我身边的朋友或家人 就在这种当中的闹 要去劝他发心 或劝他用功 好像就觉得 使不上好像他觉得 在这种货业苦的循环里面 已经习惯成自然 然后他不觉得这是个结喔 那想请问师傅 那我们怎么去 从这里面跳脱出来 从这个麻痹里面跳脱出来 然后才有办法去人工法工跟物生人 以上 好问题喔 这个麻痹啊 其实有时候是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觉得没有办法改变 那既然没有办法改变了 那我就干脆就行尸走肉好了 好 免得呢 我们刚刚开始啊 就是对这个人世间啊 充满了热情 我要当医生 我要解救所有的苍生 然后呢 当我们有一天像 许医师这种老医师的时候 就说 别弄啊 所以 就是开始知道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那或者是呢 以前曾经有一个居士啊 他的这个小孩 在15岁的时候 他说 他看到那个非洲的难民啊 他那一天呢 真的痛哭流涕 赶快回去把他的小株铺满 全部剖开 然后就寄到非洲去 就是去捐钱 他觉得这个好 好重要喔 然后结果呢 他发现 欸怎么 好像每天都在播一样的内容 慢慢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第五年 他就麻痹了 好 为什么 哎呀这个世间就是如此 是这样吗 其实 不是 只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无力改变什么 好 那 你要不要做这个麻痹的人呢 好 首先要先放掉计算 好 我们要先 好练习 不要去算 我这样的付出有没有效果 好 就像我们常常问 我这样念愣眼睛 我这样念几遍可以会开悟呢 好 或者是念华严经 就会有钱吗 好 现在学佛了之后 我就可以真的 好 比较好吗 好 你证明给我看 好 那事实上呢是有效 好 但是我们要先 先算算看 好 先不要算 先算你自己可以愿意相信多少 好 先让自己练习不要麻痹 好 那我们要先保护好我们那个菩提幼苗 好 刚刚开始呢 这个小树要长大的时候 会有一个阶段长得很快 好 但是那个阶段呢 看起来长得很快 很有进展 就是从幼苗 然后再发芽 然后长出叶子 然后一个晚上就哇 长得很有进度 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最脆弱的时候 我们刚刚开始学佛 前面三年 勇猛精进 开心的不得了 我生生世世都要这样子学 然后呢 就会开始发现 学佛一年佛在心田 学佛三年 五年 十年 开始渐渐麻痹 我们忘记了出发心 好 因为 其实在刚刚开始的幼苗的时候 我们 多了一点计算 就是觉得自己有进步 很开心 好 但是 当 这棵树变成老树 变成大树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没有看到它的进度了 它的长大 是没有进度 可是它不是不长 好 只是 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进步 好 好 那这不叫做麻痹 好 其实是另外一种阶段的提升 好 所以要先怎样 在刚刚开始勇猛的时候呢 好 要先 互念自己的菩提心 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否则呢 一点点的进度啊 就 这个 好像 得意洋洋 然后一下子 一点点的考试啊 就很容易放弃 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 好 那菩提心还不够稳固 所以出发心 要上互念 那等到呢 我们的心很坚定 好像大树一样 这时候就可以去面对开风 或者是挂风下雨来考验 天打雷批来试试看 这时候呢 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心到什么程度 好 不太有办法的时候 好 你要先把自己的心 张扬起来 稳固起来 那怎么办 其实要修佳行 我们太容易哦 学佛的之后 觉得自己悟了 悟了之后 就忘记要修佳行 好 我悟了 所以呢 拜佛啊 这个不用啦 那个是方便法 那诵经 干嘛诵那么多 懂就最重要 然后呢 欸 布施 要不执着啊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菩萨不住相布施 但是不住相布施 不是不布施 可是我们把不住相布施的住相拿掉 叫不布施 所以这样叫做不执着 所以其实我们忽略修佳行的重要 我们多度一个众生 其实看起来 这个众生度了之后 他得度了之后呢 好像你自己增加了一些业绩 其实不是 是你会增加更多的信心 让你的菩提心呢 藉由这个发心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越来越坚固 这是佳行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 有这个机会来发心 其实我们会觉得 这个众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反正这些世间的苦人那么多 那大家都假笑 那我们也跟着假笑 我也会 你要讲一些违心之论 我也会 可是因为我们学佛了 我们其实不应该要跟 一般没学佛的人一般见识 那你就太小看自己 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人 他不管是在什么阶段 或者是他拥有什么 他都可以一直保持他的赤子之心 那应该就是一个菩萨 因为菩萨永远不会麻痹 因为他都知道他的菩提心是什么 所以其实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很 很木认或者是很木然 麻痹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呢 有太多太多的原因 有太多太多的理由跟借口 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 但是回到你的本心 回到我们在这个世间 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看到的佛 你应该要想想 我们不要学歪的 是不是 劣臂驱逐良臂 所以当我们很累的时候 在这个社会上很烦很累的时候 来到场看看佛 为什么他在这个所有世界 这么多的苦难当中 他还是一直保持着 能够无有体验的 广度一切众生 纵使他的身边 也不乏背叛他 伤害他 甚至于也不听话的 这些弟子们 那他还是一直不断的 去用他最真实的那个心 而没有因此 就把他的心封闭起来 那我们总是要看到一个典范 那在这个世间 你看不到典范的时候 要记得来看看佛 那这样子呢 你就知道 其实修行路上不孤单 然后读华严经 你会发现 你后面的靠山更多 菩萨是成团成众的 只是你看错地方 一直走到错误的地方去看 让自己啊 这菩提心受伤 所以呢 其实这是我们要避免麻痹啊 那最好就是要记得 要先保护好自己的心 好 谢谢传闻 哎呦 徐医师 师傅阿弥陀佛 我是法医 也是已经领友敬劳卡的老医师 很感谢保研可以支援回收这样子 今天讲这个解决啊 让我想到这个三十几年来 当外科医师啊 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我们这外科医师要讲成熟度 几乎跟所有的专业人员是一样啊 从不熟到熟啊 最后到成熟 我们看那个曲导演 他让那个很了不起的神经外科医师 那么大的肿瘤 几乎已经影响到12对脑神经啊 我算一算大概一半的脑神经都受到影响 它可以在让脑神经最少的损伤下 还是可以把这肿瘤拿下来 这真的很厉害 可以一步一步的开了48个小时这样子 我记得我在当医学中心的那个主管的时候啊 我已经我算已经算成熟的外科医师了 那有一次病人已经都麻好了啊 皮肤也就准备好了 就等我刷手上去开刀 那这刀我当然不会太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很熟了 但是我站在那个手术台的旁边 突然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那我才知道 即使在成熟也有很多功课要做 那我们从巴正到讲 就是从那个政见 政思维到最后 我们讲政经经跟政定 那外科事实上是一个团队 那有时候你进到一个开刀房里面去 你一看开刀房里面的气氛 你就大概也看到这个团队是怎么了 我是在不好意思讲血肉模糊啊 哎呀这个背盘囊挤啊 就在那儿哇这个很惨 但是看到有的团队就很好一团和气 主刀的人把一切都弄得很好 他还会教学 用教学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 他有那个慈悲喜舍那个心在运作 那也跟外科医师的习信有关 有的外科医师开那么大的刀啊 他开进去手摸一摸他就放弃了 他不开了 那有的是推土机 不好意思啊 就是挡我折死 都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很我们就讲那个侵犯性很大 那最好的意思就是进退有结 他知道怎么样去 以次第晚生 从好开的先开 这是常常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的话 不好开的要从好开的先开 从第六节开始切啦 那好开的开完以后 本来困难的也变成好开了啦 我们也都是这样一路在成长 好下一张 那我们班上啊有一位第一名毕业的 我一先第一名毕业实在不简单 7年14个学企 他13个学企都第一名 这个人疯了 那实在是好厉害 那他也当外科医师 那人品又好 我非常佩服他 那我跟他有那么一点相像 就我也喜欢古典文学 那有时候他有一次他跟我讲 庄子的养生主 提到那个袍丁 怎么样去解牛 怎么样去杀牛 我看一看 哇这个是 我现在拿来对照我们的经文 还有点像是 庄子还是蛮厉害的 居然可以讲到杀牛的人 也可以修到 可以修到这样的程度 刚开始还 有看到牛的样子 三年以后他就看不到牛了 他开始放弃那个执着 可能后面讲的 连那个空他都要放掉了 真的很厉害 好下一张 就最后一张了 那我在华语庄子 可能有读过任言经 庄子是在战狗时代 那我们佛陀是在 1028年嘛 差了700多年 所以他们讲的好像 也有一些磨合的地方 庄子也讲执着 只是他用望 他用那个相望与江湖 用的词可能不一样 但是他想要讲的 其实也都蛮像的 他们也讲要往内 不要往外追求 要往内 比喻人的这个精神生命 那一支刀 那个刀刃 要常常保持很锐利 他说他磨了19年 每一年那个刀都保持很锐利 就是那个 那个觉知 一直是很清楚 来对付这个业力 那讲这个整个牛 他讲了很多 然后这牛 这个很坚硬 表示我们这个 光是为了要解第六截 那个城市的烦恼 就是耗费精神 是我们修行的障碍 这些我们讲到虔诚 希望向上 不过最后 他把解牛比喻说 一种人生的追求 人成则佛成 也是一个成活的过程 好 总算可以掰到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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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法医 这很好听 那我们每一次呢 都很期待法医用他的那个 这个很厉害的那个 好像我们也在上解剖课 然后又在上医学课 还好我们不是您的学生 要不然应该会笑出来 基本上呢 在开刀房是不可以这样子 太开心 所以这是生死之事 那但是呢 我们也很感谢 每次我们都会听到很 非常独到的一些观点 那我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把它汇通 因为这个所有的方法 其实觉悟之法是相通的 只是他用不同的名词 跟不同的辟语 套用在不同的人生身上 似乎好像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其实他是同一件事 殊途同归 最后就是自在解脱 所以解解的过程跟解牛 一样都是解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心啊 就像那头牛 慢慢的就把它真的化于无形 那我们就真的得到大自在 那谢谢法医的分享 我们就想 好